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引领全世界华人的综艺节目的形态 风烧了差不多将近四五十年 那又回到了现在的披荆斩棘的时代 那看得出来 每个综艺节目大家都很努力 那特别是我这个节目呢 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评审 他们的这个英明睿智的眼光 能够看得出张飞这个人 在做综艺节目方面的这样的执着跟坚持 所以我感到非常高兴 入围呢就是中奖了 当然那是骗人的 入围就是要中奖 而且我这个人一不中奖 大家也知道就会引起一些风暴 还有后续的发展 我这个人平常 我自己认为我是完人 可是在这一方面 我奇怪 我的EQ很差 有话就说 所以说如果是主持人投票 可能大家会让我一下 但是评审呢 评审他们的角度我知道 是非常难评的 那我这是觉得 唯一遗憾的是 我们的这个综艺节目没有入围 综艺节目没入围 这个很可惜 当然每个事务单位的年轻朋友们都很辛苦 可以说所有节目 他能够从初创 然后到成型 其实大家都绞尽了脑子 想尽了办法 那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比他们都更辛苦 很多上游戏或谈话节目的通告艺人 很喜欢上我们的节目 又喜欢又害怕 因为他上我们节目就知道 糟糕了 飞哥的非常赞 哇 这一下要脱一层皮 那像玛格丽特 那不只脱一层 整件皮都脱了 整件皮都脱了 就是很辛苦 因为要呈现才艺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我一直遗憾 综艺节目没有入围 不过我想 这个节目的推出 观众应该已经肯定了 这个 只要有一方能够代表 包括我们的导播 白鲁山导播呢 他也入围了 恭喜 这位导播他是以前我45年前的黄金派档的导播 这一次所以我回来 又特别又把他也请回来 这样的 那这次双双入围 感到非常开心 希望能够把最好的成绩呢 在颁奖的那一天告诉所有的台湾观众朋友 所以那飞哥因为同时入围主持人讲的 有你的徒弟啊 子徒孙都入围 那你有没有信心 从他们手上把讲讲一下 那这个人家讲师父领近门嘛 修行在个人 我从来不敢以说 以他们任何一位 目前线上的大哥 以他们的师父的自居 我是真的 因为他们所有的奋斗呢 其实严格上讲 跟我也没有很大的关系 您要讲瓜哥 他一个人奋斗了这么久 各种形态的节目 那吴宗宪呢 以前在《综艺大哥大》里面 这个展露头角 然后可是他个人的风格 受到市场的心了 要的青睞 那所以 跟他们能够竞争 在我认为是非常甜美的一件事情 人家讲说一个人 就是说战败了 也要败在自己人的手下 才会来一个心甘情愿吧 他们的心里当然都希望让给我嘛 我认为 有问过这个事 有问的 有群组聊过这个事情 没有 请他让给你这样 所以飞哥这次是势在必得吗 那当然了 今天阵仗搞那么大呢 以前我不管去哪边 我们媒体朋友 摄影师都跟着跑 后来是你不出一点社会事件 是不会有这个场面 今天 今天没想到小弟 我们这个小节目 能够因为入围 会造成这么大的这个阵仗 非常感谢 我已经感同身受了 心有所感了 我想这次以参加 为目的 那得不得讲呢 线上这些人跟我还真的有点渊源 我都会很高兴 那飞哥那其实在红毯上 打算已经想好要谁陪你走 哪个美女陪你走红毯的吗 已经想好了吗 美女 这可能要我们这 我们四位主持人一起帮忙 票选一下 因为相同国籍就两位 对 对 很难取得 那就看你选择要年纪稍长一点 还是年轻一点 对 还是一起 没有 这个金钟奖 我一直觉得我们必须很重视他 他跟这个金马奖 观众心目中 是有区分的 甚至于媒体对金钟奖跟金马奖的这个格式是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为什么金马奖的明星来自于世界各地 所以他们就有点远相近臭的感觉 其实我每一届金钟奖我都非常重视 我很重视金钟奖 因为我们跟观众距离太近了 每个入围的人 或每一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观众认为说 这个每天看到 每天都看到 他就觉得不稀奇 可是他忽略掉了我们这一群人 为了带给观众欢乐 在很微薄的这个制作费 或者是主持费里面 大家的那个努力 是更需要值得肯定的 其实你拿到一个金钟奖 我们的奖金还比不上一个 一个华龙舟的其中任何一位 能够得到 没有奖金的 所以我们 那为什么为了这个 镀金的这个奖牌 大家这个真的 这个 就是兵家必争的这个奖项 就是希望获得 这个观众的肯定 那当然评审的位置 就是告诉我们树立一个 未来我们综艺节目的方向 或主持人的风格 这个也是很需要注意的 那所以说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金钟奖 比金马奖更重要 更重要 好 那用时间翻评 你再往一边点谢谢 飞哥是不是有开玩笑的时候 原本以为要等到终身成就奖 是不是 对 接到电话的时候 对 接到电话的时候 飞哥 入围 我当时想 啊 难道是终身成就奖 这么快 对 因为 线上的这个 有很多 这次入围的人 他们其实好像很多都拿过奖了 对 那我怎么可能再跟他们一起去角逐这个 那终身成就奖 结果就询问了一下 他们就说 我还年轻 对 我还年轻 心情还不定 那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好